华联市公所受县政府委托管养的北冰外环道路将从1月3号上午8点起到1月6号的下午5点 一连四天进行年度维修工作 请用路人注意要遵照管制路线规定通行以免受罚 华联市公所受县政府委托管养的北冰外环道路将从1月3号上午8点起至1月6号下午5点 一连四天进行年度维修工作 而华联市长卫家宴29号一早也协同清洁队长吴庆展 前往北冰外环南端出路口关切改道指示牌的设置现况 再过几天就过年了 那在这边华联市公所有对一个北冰外环道的一个整洁的一个部分 那就是从1月3号的早上8点到我们1月6号的下午5点 那全面的一个封路然后进行一些清洁的动作 那也希望说用路人可以变成说用北冰街跟海冰街来做一个替代的道路 或是中山路那在这边也先跟我们所有用路人来做一个公告 那如果有造成用路人的不便 那在这边也要向乡亲先说一声说一声抱歉 那在这边也希望说能够体谅我们清洁队来对我们北冰外环道做一个整洁 另外15吨以上货车在管制期间 每天晚上8点起至隔天上午8点之前 都禁止行驶在北冰街与海冰街 请大货车驾驶注意以免受罚 而在封路期间 施工所将会派员进行北冰外环道隧道内路面清扫 排水沟清淤及墙面清洗等作业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导